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宿卓人往许都搬请云场 河北人马 如此雄壮 依我官知 如土鸡娃犬儿 慧盖之下 绣袍金甲是刀立马者 乃元良也 我官元良 如插标麦首儿 未可轻视 我随不裁 愿于万斤之中取其手机 来县丞相 军中无戏言 云场 不可疏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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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疏忽 快疏忽 飞忽 曹操 曹操因关羽斩了颜良 对他倍加亲近 表奏汉县帝 奉天将军关羽 为汉寿庭侯 祝印送关羽 主公 主公 先锋大将颜良备斩 什么 谁占颜良 赤面长驱 收拾大刀一员涌将 将马入阵如入无人之境 占颜良而去 我军因此大败 此人是谁 此人是谁 此必是刘宣德之地 关云场 明公 令地杀我爱将 你必通谋曹操 来人 在 慢 明公岂能只听一念之词 而觉旧日有情 念旧日有情 好 我容你把话说完 对 自徐州失败 为之二弟云场在否 天下同相貌者多矣 其有凡赤面长驱之人 即为官吕之礼也 明公何不详察再做决断 杀颜良者 如可亲眼见到 未见 物听你言 险些杀了好人 主公 颜将军一往有八败之交 尽管要为兄弟报仇 请主公拨兵马让我迎敌 非文将军不能报此仇 我拨十万兵马与你 渡黄河追杀曹贼 主公不可 为今之计 应留住严京 分兵官渡 乃为上策 若清几渡河 一旦有变 仲皆不能还矣 皆是你等迟缓军心 千言日月 有方大事 是 点拨兵马即刻集成 是 文丑为河北冰将 谁可亲之 末将军王 文丑修走 雷将修方箭 雷将修走 快 官将修 朕神仁也 二弟 二弟 君朝二弟 可曾经见有人护啊 没有啊 好 网川 我 ‫ 可曾听见镇上有人护啊 刘备 今番你還有何辯解 我有何罪 你 你故意使你弟又壞我一員大將 如何無罪 推出營外 摘手 走 榮氏一眼可死 明公 諸位 曹操對貝肆有忌憚之心 今只貝在明公處恐貝駐明公 故特使雲長諸沙二將 以激怒元公 使貝於河北諸公面前呈重勢之地 此乃借明公之手以殺貝也 來 來 來 河北之道 竟無一人敢於明公面前問貝審淵 被何其顾灵也 宣德 慢 宣德之言是也 尔等险些使我蒙受害賢之名 民工宽大之恩 无可不报 我与另一新夫人 持秘书去见云长 使之背之消息 云长必兴业来头 辅佐民工 供诸曹贼 以报炎良文丑之仇如何 能得云长 胜炎良文丑十倍慢 不妨取来笔宴 等着众人写下来